那個程式碼的部分 程式碼我也已經放在那個網路上面的 所以呢 等一下 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叫做程式碼 在我的分享區裡面 有一個專門放那個程式碼在這裡 程式碼裡面呢 就有一個我剛剛講到就是那個HoloWorld的進階 這個部分 那大概解釋一下就是說 等一下各位要輸入的部分有哪一些 這個地方要怎麼樣按下按鈕之後 它會秀出文字在上面 上面的部分呢 特別是我要在上面顯示 所以我要重新命名兩個 一個是下面這個Edit ID 它的名稱叫BTN01對不對 那我將來要在上面顯示 所以這個上面它預設已經有一個叫做Test View 這個Test View實際上就是這個Test View 也是一樣 當然你可以在下面拉一個也可以啦 重新拉一個也可以 拉一個之後它的名稱叫做Test View 1對不對 那上面這個叫什麼呢 叫做按右鍵 ADIT 請你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Test TST01好了 這名稱的話你可以置地 那它原來預設Test View有點太長了 你可以把它縮短一點 那名稱有了之後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我要怎麼按下它上面顯示一些文字改變呢 接下來就要進入到那個程式碼的部分 那程式碼呢特別注意就是Source SRC這邊 點開來 再點開來 這邊就會有一個HoloWorld 點追Java 也就是說呢 其實它本身呢就是架構在Java的環境之上 所以這邊的話呢會有一個Java的檔案 那我們直接在這邊把它點兩下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剛剛有老師就問說 那這個地方我把它這邊最大化一下好了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那這個程式部分呢 怎麼沒有自己出來呢 這個因為我剛剛已經寫好了 所以你們是沒有的啦 這個是我已經先輸入好的 不然的話在現場輸入可能時間會來不及 那這邊的話特別注意你要做哪些動作 其實標準化流程就是第一個 你要先宣告 宣告在哪裡呢 宣告在這個位置 那因為我們會用到兩個東西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TestView T01 一個是Button 那名稱叫做B01 那後面的T01跟B01是制定的 前面這個TestView跟Button是一定要打正確 而且大小寫會有差別 那你想說前面這個Private沒有也沒關係啦 這個是私有的 就是在這個區域裡面才可以使用 那你沒有的話它用預設也可以 所以這兩個修飾值可以不要沒關係 就是我宣告TestView T01 然後呢Button B01 這個是兩行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我要去用它 因為呢這個Android不會自動連結畫面上界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動作是要連結 告訴它說呢 請你去找到畫面上有一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Test01的 那怎麼去找 它會有一個方法叫做List List在Java裡面指的就是這個class本身 這個本這個物件本身List List List點 其實FindView把ID這個其實不要背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你將來呢 在這邊打一個List之後的話 然後呢再點 我這邊把這個刪除給各位看 它會自動呢 Eclipse有個好處說 它會自動幫你跳出來 點 你只要記得Find 打一個Find 它會自己出來 Find 打一個Find這位 其實就出來了嘛 那其實你只要記得Find 它View把ID就會自動跳出來了 所以呢 你就直接選一下之後有沒有 按一個Enter 接下來它會出現什麼呢 ID有沒有 那ID的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呢 先打一個R R的話就是說 在Resource裡面有一個 它有一個註冊檔 R點 點之後的話呢 各位找一下ID ID按一個Enter 然後再一個點 它會去找 就是說呢 在畫面上有一個ID 叫做TST01的那個名稱嘛 對不對 所以一定會出現 如果你沒有出現的話呢 那表示你那個物件 VG上面沒有給它ID 沒有ID就不會出現 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找到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按一個Enter 那最後記得一個結束符號 這樣它就做一個什麼動作 連結 那我們FindView把ID 前面再加上一個什麼呢 強制轉型為TestView 就是界面上的東西呢 請你轉型為什麼呢 轉型為T01這個物件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 T01呢 我們剛剛宣告對不對 宣告的名稱 實際上就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接什麼呢 接這個東西 就是做連結嘛 本來它的物件在界面上面 我要把它引用到我的